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2023 纽约电视电影节TVB 获得九项殊荣 包括一个银奖、两个铜奖和六个优异奖 2022 香港小姐竞选决赛 获得最佳制作设计美术指导组别银奖 上年的香港小姐踏入五十周年金禧纪念 总决赛仪式红馆举行 重金打造了港者五十年标志场景 包括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尼舞台 九十年代的机场 以及九十年代至二零一零年的红馆 极进华丽舞台设计之外 更加加入了大型的飞机道具 虽然准决赛因为佳丽确诊 因而损失了几百万的成本舞台 但总决赛赢得二十五点收视 一百六十三万观众 现在又赢得国际电视电影节 其中一个银奖 都算是功德圆满 梁思浩、王家惠和五稳亭主持的通灵之王 获得众艺节目组别同奖 通灵之王当日叫好叫座 可惜没有太多后组 红了几位通灵王 但都去了其他平台 反而TVB没有成性追击 延续这股通灵热潮 是有点可惜的 希望可以看到通灵之王2 简简单单 其实都看得挺过瘾的 导演宣传片节目片头组别同奖 就由2022中秋节宣传片获得 六个优异奖名单 分别是姚子玲憑著剧集《铁拳英雄》 获得最佳女演员组别优异奖 剧集《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2.0》 获得最佳节目执道组别优异奖 饮食节目《满足的味道》获得 短篇节目组别优异奖 以及剧集《铁拳英雄》宣传片 获得电视剧宣传组别优异奖 至于由TVB新闻及资讯部制作的节目《无穷之路2》 《无价之宝》和《时事多面体》 是爱还是责任 分别获得环境及生态记录片组别优异奖 以及社会公义报道组别优异奖 提到姚子玲 上年同样凭着《铁拳英雄》 获得2022亚洲影艺创意大奖 香港区最佳女配角大奖 这次在2023纽约电视电影节 再下一成 再一次恭喜姚子玲 《无穷之路2》 《无价之宝》 也曾经在2022亚洲影艺创意大奖 香港区获得最佳几十节目主持 接连得到大奖同样很厉害 提提大家 2022亚洲影艺创意大奖 当时TVB一共获得15个港区冠军殊 数数了 《星空下的人意》获得最佳剧集 《青春不要脸》获得最佳喜剧节目 《无穷之路》获得最佳时事节目 陈贝宜《无穷之路》获得最佳几十节目主持 《廉政行动2022》获得最佳品牌节目系列 《青春本我》主题曲《青春本我》获得最佳节目歌曲 《今宵大夏2》和《青春不要脸》 分别获得最佳导演剧情和最佳剪节奖 《职工投为用线》获得最佳生活消闲节目 《MyTVSuper》的原创节目《凶宅清洁师》获得最佳串流平台原创节目 《马国明》凭着《星空下的人意》获封最佳男主角 《姚子玲》凭着《铁拳英雄》获得最佳女配角 《丁子朗》凭着《青春不要脸》获得最佳喜剧演员奖 《思家大战》获得最佳娱乐节目主持奖 《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节目宣传片》获得最佳节目宣传片奖 最终《思家大战》主持李思哲荣获2022亚洲影艺创意大奖 最佳节目主持 除了这些幕前的奖项 《2022美国广播协会设计大奖》 《TVB》亦得到1个金奖和4个优异奖 咦?或者有人会问 为何今次只听到《TVB》得奖其余几个电视台呢? 非天爷爷就上官网看看吧 香港电台有一个节目得到优异奖 《NOW TV》也有一条体育节目宣传片得到优异奖 至于隔离台和2000万选手台 在官网上的名单似乎没有出现 浏览一下他们的社交平台 也没有提及到是得不到奖 还是根本没有参加过呢? 不清楚了 要问回他们才知道 因为2021年TVB 都因为没有报名参加亚洲影艺创意大奖 都曾经消失过一届 来到非天爷爷最喜欢的题外话 最后补充一下 昨日一集非天爷爷提到金像奖 由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今年的港产片好与坏 演员演得好不好? 导演有没有水准? 电影好不好看? 只是说资金影响了制作就是这么简单 但这么简单的节目内容 都有人听不明白 或者听不入耳 今天有人留言 叫非天爷爷 不要再踩港产片 没有看过 不要说好与坏 说得很好 我昨天的节目 没有说过港产片好与坏 或者他听到我说很少留意 或者没有留意港产片 就以为我没有看 我没有留意哪里有什么新餐厅 哪些人气餐厅 但不代表我没有吃饭 至于我是否真的没有看过近年 甚至今年的港产片 我肯定他没有听过我之前的节目 我在节目里提及过是有看的 非天爷爷有看 但看了也没有在昨天的节目中 说港产片好与坏 跟我的肚子一样 都算是有点厚度 反而有些人没有听我节目 留言说我好与坏 真霸道 不是假扮的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哈啰 我是非天爷爷 是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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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感情的车锅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下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